嗨 大家好 歡迎回大文的生活紀錄頻道 我是凱文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2號 我現在人在桃文機場的 A1登機口這一邊 因為我現在正在執行我的人生計畫 就是活在當下 能夠出過旅遊的時候 就盡量出過旅遊 那這次非常高興的 我們接到了 菲律賓觀光部的邀請 要前往菲律賓的長灘島來進行拍攝 但是這趟行程有一點神 因為我只知道 我要去菲律賓長灘島 但是其他的事情 我一概不知 所以應該會是一趟充滿冒險的旅程 這個是還在Arrival 從這裡進去 感覺我們離長灘島超近 剛找到了接待我們的人 然後我們現在還有第二段航程要走 剛搭完飛機 現在搭船之後才可以正式的抵達長灘島 第一天一來 直接來一個包船 船上面 是我一個人 還沒有來 我在下面幹嘛你嗎 第一天晚上第一站 我們來到了長灘島的中心地帶 這邊是一個叫做Dimo的地方 它是一個在海邊的商圈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異國料理 然後我們的導遊 帶我們來吃這一家 竹竹是義大利人 開的Aria 然後我們就點了Pizza 還有它的義大利麵來吃 菲律賓人真的很熱情對不對 他們都沒有在拍鏡頭了 都是直接跟我打招呼 哈囉哈囉 第一天晚上 就開開心心的 用甜點還有義大利餐來結束 明天才正式的要開始我們的冒險之旅 明天早上見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3號 今天第一年的行程 要正式開始了 我在長灘島的行程 要透過解任務的方式來去進行 所以主官方會什麼交代嗎 嗨艾文 早上享受了美麗的新沙灘之後呢 我們要交給你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這是我們的任務卡 如果你解開了任務的話 你會有一個很棒的獎勵喔 獎勵是什麼 獎勵是什麼 咦咪咪 所以裡面要解的任務就是 我們接下來要去的行程是不是 對 沒錯 我們在這裡的第一個任務是 要尋找聖母在海上的家 我決定直接尋求外源 Peter 我們的導遊Peter 考你一個問題 聖母瑪利亞在海上的家在哪裡 就是那個 我們中文都把它叫做聖母交言 但是你如果說 直接用聖母交言翻譯成英文 去問當地人的話 沒有人知道聖母交言在哪裡 直接翻譯成英文是 媽媽瑪利斯東 對 媽媽瑪利斯Roc 當地人的話都把它叫做 威利斯Roc 因為他對面有一間飯店 叫威利斯 我们在长滩岛的第一个彩点行程 圣母椒岩 它就是一个圣母玛利亚的雕像 在一个天然的椒岩上面 因为在菲律宾这边80%以上的人信奉的都是天主教 那以前的渔民啊 在他妈树害捕鱼的时候 就会在那边有点像怎么说 台湾的马祖这样子就祈求平安 当然这些不是我自己就会知道 是刚刚岛游过我讲的 天空不错美 虽然说下着大雨 但是我们的任务还是要执行的 来吧 第二个任务 梁静如拍婚纱的地方 Peter知道在哪里吼 贝壳沙滩 Let's go 我直接全部开外挂 直接请导游帮我解答 其实这个地方正确的地名叫做Puka Beach 中文叫做普卡贝壳沙滩 因为它这里的沙子啊 你仔细看 它跟我们刚刚在Demo那里看到的那些沙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都是这种比较粗糙的贝壳沙 然后听说梁静如的婚纱也是在这里拍的 来到菲律宾 就是要喝芒果冰沙 Hello Welcome to my guys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Alejandro A Alejandro Oh Alejandro Your name? Eric Hello Hello 菲律宾人很热情 没有在怕镜头的 接下来第三个任务 有点刺激的感觉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奖励啊? 第三个任务是 去阿蒂家做客 阿蒂是谁? 阿蒂是那个长滩岛原住民的一个村庄 阿蒂是一个村庄还是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 对 就是他们属于原住民的一个部落 所以长滩岛的原住民叫做阿蒂 对对对 Soca Let's go 这里就是现在长滩岛这边原住民居住的地方 长滩岛这边原住民他们叫做阿蒂 因为刚刚导演过我们说 在长滩岛这边有80%到90% 90以上的菲律宾人都是从外岛过来的 那这里就是原本原始住在这里的原住民们 他们现在就是聚集在这里 等于形成了一个像村落这样子的地方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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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就住在这边 等于说这边就是一个小村落 他们的家都在这边 这个是什么地方 博物馆 这就是他们以前生活的地方 在书上 这个中间的就是木材 木头是不是 对有点就是像那个就是 他们就是用一些树枝或者木头 就绑在一起 类似一张床 然后就睡在树上 要不然就睡在地底下 然后睡在山洞里面 各位到了我们今天的晚餐时间 导游说要到我们去吃一家 菲氏料理 我很期待 因为我不知道菲氏料理里面到底有什么 为我们先开序幕的就是 来自菲律宾的啤酒 San Miguel 在地人的发音就要这样发音 据说是全亚洲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啤酒 从1890年开始 133年的历史 上菜楼 菲氏料理 谢谢 谢谢 来欢迎来吃我们菲氏的料理 谢谢 那这个是我们菲律宾非常有名的叫 新鲜鱼 酸汤 它用虾子下去做的 那这个的话叫 Vivgaltreda Vivgaltreda的话 其实它是有点类似西班牙料理 所以它叫 Vivgaltreda 那这个的话是 像在菲律宾的话 就比较 就是下韭菜 西西 它其实是用猪头皮 把猪头皮下去做铁板的 这个也是在菲律宾非常有名的 很多台湾客人说 他自己回家去煮这个蒜头饭 煮不出这种味道 这个菲律宾蛮有名的一个蒜头饭 还有这个是我们菲律宾的脆皮猪脚综合蔬菜 我们菲律宾把它叫做炸碎 谢谢皮特哥 开动 这家真的可以耶 因为刚刚他们有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菲律宾的很多飞食料理 都口味非常非常的重 就是很菲律宾人的口味 但是这家 它有稍微迎合一些观光客的口味 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非常的刚好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点的话 我跟你讲 那个饭 蒜头饭一定要点 那其他的菜色的话 就跟着我们点吧 反正导游的时候都是必点的美食 但真的每一道都很好吃 在长达岛这里呢 我已经发现生活规律了 早上你就是去享受海边 或者水上活动 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 反正晚上就是要来吧 喝一杯 今天的最后一个行程 就喝一杯 小酌就好了 剩下最后几天 我们再来好好的大喝一下 早安艾文 我们今天为你邀请了一位 非常了解菲律宾的旅伴 跟你一起同行 其实我昨天晚上已经经过她了 我们欢迎Peggy 大家好 我是不是欠你一个华丽的出场 大家好我是Peggy 我是水下摄影师 也是沉水教练 对 所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 由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完成 昨天主办单位已经先跟我们说了 所以今天的任务是 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 对 对 这个任务叫做 遇水折发 难怪要安排你出场 所以我们今天终于要下水了 因为来到长达岛 怎么可以不玩水 今天靠你了 好 好 成功 谢谢 拜拜 我们潜完水回来了 感觉如何 以一个潜水教练的水分 因为这也是你第一次来长滩岛 没错 去潜水 感觉如何 我觉得蛮不错的 就是比我想象中东西更多一些 对 珊瑚密度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生物也就蛮多鱼群的 我觉得最让我震撼的地方 就是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 这么清澈跟透彻的水 今天蛮清的 对 真的是可以直接看到海底的那种感觉 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中午时间了 然后我们肚子很饿很饿 潜水是不是一个蛮好体力的 对啊 然后我们的导游就带我们来吃一家 听说是网美餐厅的一家店 叫做I love BBQ 刚刚导游给我介绍的 介绍的很贴旋 他说就像台湾的那个夜市牛排啦 他说就是有牛排有面 对这里的话就是铁板 然后有蛋 然后有猪排 跟有饭 准备好 浴水折发 Part 2了吗 准备好了 Part 2 GO 耶 出发咯 看这个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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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手滑 硬要用一只手滑 你示范一下 好 一只手要拍战友的影片 请示范 好 好 辛苦了 好累喔 哈哈 玩SUP的时候 我真的好想睡觉 很舒服耶 对啊 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 很棒 那接下来的Part 3 就没有这么宁静了 就刺激了 刺激的来了 各位 要不要再玩一个 好 好 好 黃色的那个圆圈的 对 我们录到一半的酒 我们就没有电了 那个真的是骨头会闪掉了 那个 那个叫什么 UFO 它名字对 UFO很正 骨头会闪掉 很适合生无可恋的上班族 哈哈哈 然后我们现在要凑齐五个 就是一个strider 第五个我们要去玩拖曳伞 这是我最期待的一个耶 真的 现在开始进行拖曳伞的活动 拖曳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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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是 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所以今天晚上的晚餐 我们吃吃到饱 欸我们今天活动整天坐好坐满耶 真的 这会发到爆吧 我们今天 可是今天只剩下三个月怎么办 所以今天的任务完美结束 准备迎接明天的任务 我今天要早点睡 真的 今天真的好累 今天真的太累了 今天太集中了 为了要遇水遮发 对 为了发不遮手段 Peggy早安 早安 今天是我们在长南岛的行程已经过半了 对 关注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任务吗 因为你们两个前几天的表现实在是太棒了 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关卡 所以呢 我们决定给你一个非常大的奖励 什么奖励 让我们敬请期待 不会吧 不会吧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这个是什么 直升机耶 什么吧 我的远梦之旅来了 好 下载 MING 到这里 旅程也开始要进入倒数阶段了 最后两天 我们自己探索长滩岛 找了几家咖啡厅来喝咖啡 也吃了菲律宾的芒果起司蛋糕 我强烈推荐我们傍晚的行程 去体验日落风凡 长滩岛的夕阳 真的非常非常的梦幻 绝对是来长滩岛必做的事情之一 那长滩岛其实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潜点 只是因为我没有潜水征兆 没有办法潜到这些地方去 只好请佩吉去拍摄一些素材来跟大家分享 一个是乘船 另外一个是飞机 看起来这些地方的海洋生态更丰富 还可以在里面穿梭 那在他拍摄的同时 我就去体验按摩 然后努力的把长滩岛的美给记录下来 长滩岛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我们这一次几乎把所有在长滩岛可以玩的 可以体验的 可以做的事情 全部都做完了 提供给大家参考 长滩岛绝对是一个我会来二访的地方 等我回来吧 我们在长滩岛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 所以今天晚上 就是我们在这里最后一个夜晚 让我们用长滩岛的方式来结束这个夜晚 没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